各位长官 亲爱的同事 就给来哦 半年五百万的合约 到手啦 真的假的啊 不要太崇拜我 我会承受不起的 崇拜我就好了 我OK的啦 什么case 来 我看一下 黑狗感冒糖浆 什么东西啊 听都没有听过 这个行不行啊 安不安全啊 我办事你放心OK 我们一切都是照你的要求 来达到目的的 再说 有合格的检验证书 使用者的用后感想 以及产品的简介 不错哦 黄金 麻烦你们了啊 请问这是 黑狗感冒糖浆 再重复一次你说什么 黑狗感冒糖浆 好 好 黄小姐 你什么意思啊 公司分明好不好 我们业务部接完的case 你们从来不做就把它完成啊 你凭什么说不做啊 因为呢 我们不擅长做这样的东西 可以吗 不是啦 石经理 其实我觉得 这个成样的广告 我们真的不擅长 嗯 石经理 我也有同感 石经理 你听到了吧 请你以后不要再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可以吗 我们呢 那就是不擅长 请你找别人吧 不然你们自己做也行啊 黄安 你是主管 你不要带头不负责任好不好 你不是公司的创意部门吗 不擅长不会学啊 学啊 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吧 成样的广告你也不是没看过 做出来的质感会好到哪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我可以模仿给你看 我老公感冒不舒服 我儿子也感冒不舒服 我现在要去买三只小红伞 有 露 安 好太太 好妈妈 好婆婆 对了 还有 还有 拜拜 拜拜 感冒花生未过来 怎么样 不够是不是 来来来 我还有 够了 够了 不用说这么多 你到底做不做 不做 怎么样都不做 打死不做 董事长来你也不做 总统来我都不做